大伟哥 实际来看 讲到宾市的S-Class 那当然就是最起见 所以你对他的想象 肯定不脱离 他要很珍贵 他要很豪华 他要很舒适 但是作为电动车 这样的特别身份 那他就要看 你还要给我 能效也要达到 电池加上去之后 车重增加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 他还可以有这样的低风阻 然后能耗要表现很好 来 你怎么解读 我真的必须说 宾市在坐电动车上面 不坐则宇 一坐就是我要比人家好 不只是他产品线 啪 全部都出来 房车SV全部都有之外 包括像S-Class的 我没有说 在既有的S-Class上面 我就坐一个电车出来 没有 我在EQ上面 我就坐个S级的一个车型 就SEQS 一坐出来 大家又觉得 哇 又觉得认怂了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现场来的 这部EQS 它是450 Plus 它还不是最顶贵 它上面还有更强的 但是你看现场这台 刚刚讲能效 它多厉害 原厂说 我可以跑770公里 能源局一侧 哇 天哪 857公里 这说明原厂 它做得很保守 我做WLTP 我这边还不讲说 我NEDC 我做这样子 我做770 那这样子一个性能 它也有360公里 也有6.1秒 零百起步加速 为什么 因为就在直居 它整个一个设定上面 首先在造型上面 你看它整个一个设定 就跟既有的S级 我就脱离开来 电车就要讲求低风阻 它居然临风阻是有0.20 想都想不到 怎么样的原因 可以造就这个低风阻 一定是跟线条 跟空力有关 没错 它在所有的细节上面 当然车身一定要做到 非常的流线 它造型走车 弯胞设计 工型造型 工型造型 那在它车头 夜幕西芒水箱造 这次夜幕西芒水箱造 我看我真的蛮喜欢的 因为它整个就把它 三西芒直进去上次 这如果迎面而来 一台EQS 你就会觉得 那个真的是霸气存在感 珍贵又有自信的一种存在 没错 不只是自信 而且你看它 这里它还有极限光调 对不对 让大家看到 这个很漂亮 再来它两侧头灯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 来再做一个解释 因为它下面还有一个EQE 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好奇 EQE EQS要怎么分辨 其实它有分辨 它这里是不是 有一个多光束的 智慧色数位头灯 EQS它走的是3.4 然后这三点都对称的 假如是EQE的话 它这边会比较长 然后这旁边是两点 所以这只要看头灯了 你马上就会分辨出来 它这样子EQS 它有它的一个味道 有一个设定 当然它车头走的是 AMGLINE的一个造型 所以它气泡会拉比较宽 很帅 对很帅 在这里EQS我感觉 它就走一个帅气 再来我们看它尺码 它尺码的设定 因为它是电动车 它的车长是5216 其实这在宾式S-Class 这只算短轴 但是它的轴距 却来到3210 320可是宾式S-Class 长轴的 那这意味什么 意味它的空间 利用效率会来得比S更好 我不让你停车造成太大困扰 但是我给你 你想要最大空间 对吧 还有刚刚一直提到了 它搭载的是大电池 大电池绝对有大电池的好处 对不对 因为180度电 那我充一次电 我能跑的里程 我就要比别人更好 但同时我又因为 透过了这种低风阻 让你充分享受 我的很好的能耗 这个低风阻的表现 也来自于 我们在车側看到 这个完全无接触的 隐藏门把 而且它的门把设计好帅 可是每部车 每部EQ看起来都很帅 因为它出来之后 它不只是摸自行 它的光 对不对 隐藏光 让你在夜间 我要说 白天看起来也很好看 所以我说 它为什么要把S-Class 刻意做开来 就是S-Class 你要大老板的气势 但是要开这个EQ-S 让你有自驾的那种个性 是的 我觉得EQ-S 是非常适合自驾的 S等级的十件车款 因为你看 这个线条多么的漂亮 我真的觉得 它在这里 我很喜欢它这道线条 因为S-Class 你看到 它是标标标标标标的 多个三箱的设计 但它这个车尾 你看起来就是多一个帅 然后再看到 它的车尾灯 这尾灯 它的光条式尾灯 这开启 关掉都有它的仪式感 再来 当然我这个 现在钥匙没有戴在身上 它也有感应式的 对 它有感应式的 这打开之后大家感觉到了吗 就是这种完全结合 它流线线条 但因此有这种 非常开阔的收纳空间 S-Class 打高尔夫球 但是你假如是开着EQ-S 你不只是带高尔夫球 你全家人出游 你也可以带着各式各样的那种 要玩耍的去往里面丢 因为它吸引箱容量 光是标准容量 多少公升 600多 610公升 S-Class多少 510公升 足足多了100公升 而且S-Class的后座 它无法前倒 这台车它可以424前倒 一前倒 1770 天哪 我在这里 我只插手 这也可以当作去车速了 来用 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 那你作为一个S等级的买家 各位 你一定会想最享受的就是 后座 后座 我们带你一起先来感受一下吧 大伟哥 我们俩现在一坐在后座啊 其实坐的角度有别 对不对 大家明显看到 大伟哥就是坐得比较躺 他一上车 完全就要享受这个舒适套件 能够给予他的最舒服的角度 你说我有沒有必要坐这么挺 是个人需求 但可以调啊 对吧 来 我们看一下 我把我的座椅角度往后调 甚至于呢 他的头枕 还可以做个人的调整 来 我把它往上 所以现在椅子就来到了一个 我觉得最舒服的姿态 我非常喜欢宾室这个头枕 它永远就是软绵绵 好像你知道扭在天空里的感觉 这次EQS啊 他跟前一 就刚引进的时候 他针着他后座 他把他32A连子轴距啊 也同时结合起来 发挥了一个忠效的感觉 腿部非常放松 对 我既然人上半身要躺 那我脚也要顺势的延伸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触风口在B柱这里 在中间 你也有自己的触控面板可以调整 甚至于这两张座椅 它都是有很好的支撑 外加按摩功能的 所以你充分可以享受 又有通风椅 又有加热椅 然后整个 无论是前后的门板 它所用到的这些木料 它用的音响高级等级的Bermaster 你自己对于宾室给你的质感 其实真的完全不用怀疑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 因为它是电动车 所以它中间不会像S-Class 它有一个中间的凸起 你在这里 它前后的左右穿越性 就比S-Class来得更方便 虽然这部车子 我觉得它是四座坐起来 就后座坐起来 两个人是最舒服的 但是你总是在 我那样 这个市区 总是会有靠边等等 要左边下车 或右边下车 这时候 你会发现 电动车左右非常好移动 是的 刚刚讲到说 它有电热通风转 还有肩部加热 是 还有就是连你这些车上 你要看看文件 看看手机 你的阅读灯 它都是可以 很好的一镜搞定 对 而且是联动的 实感超好 是 所以我觉得 坐在后座 你完全是可以非常放松 享受这个状态 那如果进到前座 哇 我现在看到桌押萤幕 其实坐在这个位置 我一定觉得 好像仿佛在一个 飞船里面的感觉 高科技 非常科幻 就是它EQS 它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继续进到前座 谢谢大卫哥 好 我们现在看EQS450 Plus 我坐在副驾 超级享受 不是只有座椅舒服 包覆感很棒 而且你看到我前方 现在有个12.3的荧幕 然后正在播放地球王金线 这次其实 这个配备 我们先讲 我们现在是在停止中 所以我可以看得见 如果行驶 如果驾驶中 我移到 目光移到这个荧幕上 它就会关闭 所以这是一个安全措施 好 再来讲这个荧幕呢 它现在有配备浏览器 所以基本上 你要看这个网路上 所有的资讯 输入网址就可以 所以这个不是说 Eddie跟你连线 然后从你的手机来播映的 不是不是 这是Hyper Screen上面 它自己的浏览器系统 真的啊 我经过一个 我去搜寻YouTube 地球黄金线 它就出现了 所以有一个功能 对 对不对 在中间 在中间 好 我们看一下 Eddie告诉我 我还可以分享连结 如果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选的节目很棒 我用手机扫描 然后它就会在我的手机里面 对 没错 这我们刚刚试过这个功能 就是你在路上 因为可能 这个节目会随机播放 对 看到一个好的影片 你直接按一个键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 QR码捞出来 这个内建功能很赞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界面 其实它在 跟主要功能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功能 而且都简化了 那在副架这边呢 其实有一些APP可以搭配 你刚刚用的就是浏览器 对对对 就是刚刚这个浏览器 再来就是 它可以有一些 游戏中 很简单的游戏 还可以玩速度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应该说在Hyper Screen上的 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随着车主 学着你可以做导航 资讯的 可以看这个能耗 所以副架有几乎跟 正价这个主画面 差不多有的功能 差不多有 但是副架就可以自由操作 那正价就开车就好 这个Hyper Screen啊 大家看 整个前档 你就会觉得说 我享受的是一个 目前新世代里面 最高级的一个配备 因为双12.3寸 中间这个又有17.7寸 对 哇 真的 它很不一般啊 对啊 而且它的功能 还有一个特色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它有64色的气氛灯 气氛灯可以设定 你看 这么多单色跟不同颜色的 这些搭配 上下 任君选择 对 可以组合 看您自己有没有新颜色 对 上下 配合服装 给自己带来好心情 配合心情 对 亮度也可以做单独调整 嗯 那甚至有一些效果 配合你这个 发动的时候呢 开车的时候呢 空调的时候呢 都可以做一些搭配 而且灯光美 气氛加之外 音质又很好 对 这个 这车上面有的Bluemaster 有15支这个喇叭 那我们刚看到 就是在 其实我们看这个YouTube内容 浏览器内容的时候 它可以接着15支喇叭 发出3D环绕的音场的效果 所以其实应该说 比家里的应该更加豪华 如果家里没有做实行室的话 那车上的这些 这些奢华的 这个 这个音响系统 可以让你在车上享受的程度更高 嗯 而且坐在驾驶座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 AS 你可能可以透过这种 礼宾套件啊 然后让你的整个后座买家 是最尊荣享受 但是EQS很适合自驾 一方面是它配了后轴转 它有后轴转向 后轴转向呢 会让你这台5米2大车开起来 相对轻松 对 再加上有气压悬标 是 所以都会走一个 很有质感的行路 坐有这个舒适的头证 头证 然后我们双前座 都有三组记忆功能 是 嗯 然后整体的这个 像这个中控的这个设计 木纹 有一点环保的气息 再来是下边上的植物 我觉得整体的氛围非常个人 但是也在这个时代中呢 让这个电动车的豪华度 有一个新的高标 嗯 还有在上面 大家发现吗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去出窝窝 发现 它现在用的有一些是很特殊材质 其实也要兼顾到永续环保 等等相关的呼应 所以你是可以去体现 你要的行动奢华的感受 透过电动车来满足你 自驾又肯开心 谢谢Eddie哥 带我们了解 从进入这一队 照样 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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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鱼无睹 稍尾现在已经有双人床 双人床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 我们装东西装这么多 这个是很凶的一台车 号称是测速界楼中楼 搜双 搜双 啊 冲啊 可以开玩笑 有没有 衣服 有没有 那山那谷到了 然后这个突然唤醒了 我小时候的鸡 酱菜是不是 鸡长鹿鹿 黄金鹿鹿站队 高速好好玩 耶 耶 电视网接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首车数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树立桥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择你也看不到吧 凯车友们 地长金线远邀您 一起上线